你有嘗過被最信任的人背叛的悲痛滋味嗎? 日本有位Pokemon GO的訓練家 打從2017年入坑開始 就以抓皮卡丘作為唯一的目標 不斷突破自己的紀錄 2020年5月,他抓到第三千隻皮卡丘 7月抓到了第六千隻 去年12月,則是達成抓滿1萬隻皮卡丘的壯舉 他的訓練人生就這樣持續前進 但意外總是突然降臨 上個月,他驚嚇的發現 自己剛抓到一隻皮卡丘,竟然變成了索羅亞 怎麼會這樣? 100%全皮卡丘的紀錄 頓時出現的污點,只剩下99.99092 之後他才認知到 這一切都是官方在萬聖節的惡作劇 派的索羅亞作為間諜 他表示,這就像是被最信任的人被刺了 自己一驚萬念俱灰,決定結束自己的訓練師人生 好慘,你能夠接受自己玩遊戲5年紀錄被迫的中斷 而且還是被官方給衝康嗎?